大家好,Chris 今天分享一件事 近半數港人未準備好退休 六成人要退休要繼續工作 香港是一個我以前居住的城市 如果用回三年前的標準 我都覺得如果我做到65歲退休 我都覺得是神奇 我真的覺得神奇 為什麼要供樓又要養工人 就算我當時計算我陳樓供樓 我都好像計算到剛才64歲才供完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退休不只是說 退休就沒有支出 退休我當你沒有供人 不用供樓 我當你不用 你猜每個月管理費便宜嗎 現在聽我的聽眾說 三元還是四元 有些私人的屋卷 即是那些管理費 你買一個六八值的單位 你猜便宜嗎 會收你三千多四千元管理費 只是管理費 還沒計算你出 我當你落樓下商場 伸手伸腳 不用錢 落樓下商場坐 我探眼是不用錢 去公園伸手伸腳 也不用錢 但你早上 我當你省著吃 早上吃個神祖的酒樓 那些什麼特價時段的點心 或者中午去喝特價茶 那你也要花100元 用現在的指標 我當你特價也要150元 我想也要150元 兩塊錢 我當你每天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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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起碼你下去三十一天 你三四千元沒有泡雞 一個月喝茶 對 想說什麼 如果你退休 沒有工作 沒有被動息收入 那麼 你可能每個月給物業管理費 四千元 喝茶三千元 或者四千元 這都八千元 怎麼退休 我覺得你在香港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麼退休 真的不懂你退休 不要說情人節 父親節 母親節 又放血 你怎麼搞 大哥 真的搞不成 我覺得在香港 永遠不能退休 說真的 如果你在英國 我已經在退休了 哈哈哈哈 我一會兒和你分享一下 在英國 不只是我 我那些聽眾都在退休 一會兒和你分享一下 真的要說一下 講這件事 講幾個新聞 其實都不好的新聞 不只是香港有些不好的新聞 英國也有 真的英國也有 所以現在可能市路差一點 人民市股票不斷跌 今天NVIDIA跌到110元 我其實沒有看它的 我真的沒有看 這幾個都沒有留意股票 因為沒有時間看它 第二 我人民買得很多 所以我懶得理它 先分享幾個新聞 就講北國華匯 中芯 傳動叫租 11萬 寫自由 赤價現在低到10元 低於市價五成 好像越來越便宜 哈哈 租金都開始下跌了 那怎麼搞 上一集Chris哥經常都說 幸好香港樓價 雖然沒有什麼大升 小小回調 但租金幸好沒有回調 還能叫得到 但是 你想一下 現在連商業 即是 怎麼說呢 商業社志樓 舖位都開始 租金不斷跌了 即是跌了租墓價 你覺得住宅價會不會跌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很容易想的 消費好嗎 市道好嗎 是不是 市道不好 市道不好 你覺得租墓會好嗎 我又不是這樣看好 其實你問我 我又不是這樣看好 因為 應該 市道好 你租墓才會旺 你市道不好 你租墓怎會旺 我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 香港租金的回報 可能都會跌 也有一單說 美聯工商店 全年總成交 尿路得1350宗 29年後就伸低 好像 買樓就虧罪 以前 經常拍攝節目 有樓有高潮 一有物業 每個都很開心 現在都沒有了 怎麼搞呢 真的不知道怎麼搞呢 另一件事就是 太古城跌穿六字樓 不跌還要跌 還要跌 都要跌 兩房連天袋 580萬股 這個價錢 580萬 連天袋也賣給你 真的價錢 真是價錢 單位5月 層610萬股 買家 從 拿出來賣 便宜5% 即是怎樣 斷斷都是蟹 不過如果你問 我自己覺得 580萬股 有樓的天袋 都值得 真的值得 真的值得 這一刻 我看這個價錢 就值得 那時我還在香港 難夠居屋 講兩房 我還記得 是甚麼 大埔中心 六百多萬 哈哈哈哈 大埔中心 難夠兩房 六百多萬 講低層也要五百多萬 現在太古城了 天袋 即是高層 還要有天袋 五百八十萬 這樣 嘩 益了 益了 現在那些 現在置業的人 多少幫到手 我們政府又有得正 對吧 即是幫人上車 哈哈哈哈 來一單 來一單 講一下 新CEO 下個月 鎖正 或者對高層 職位調動 匯豐先傳 先炒中層員工 炒友 我還未講 今天內文之前 還未來提 我亦有一個聽眾 是匯豐員工 開了 我不知道今集有沒有說 講幾句 待會再講 講內文之前 分享這件事 Chris哥最近忙什麼 就是買 廖三名的畫 哈哈哈哈 我最近買了一幅 廖三名的畫 講幾句 講幾句 買廖三名的畫 如果買廖三名的畫 可以很貴 如果你上一些拍賣網站 這幅行眼地 拍賣 八九十萬 八十萬 九十萬一幅 但是很多假畫 你真的要懂得看 什麼是真畫 什麼是假畫 Chris哥經過三四日 都沒有三四日 兩日 兩日的研究 研究他簽名 研究他的印 對 研究很多東西 還有研究他的紙質 我大概有七成把握 分到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 當然 不是畫 我講幾句畫 講幾分鐘 我不是藝術家 不過我講幾句 畫有幾隻 以我所知 有些是真的用手畫 現在這些用手畫 有些是用電腦 有些是用電腦 然後是用電腦 然後是用電腦 當然手畫的那些 比較貴 你看到這張八十多萬 這張八十多萬 還未拍賣完 現在正在喊價 有興趣 你可以走進來拍賣 我就不會八十多萬買 買一張紙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我就不會 你興趣 你進來買 但是Chris哥 我自己這幾天 我看了很多畫 這個也是 這個還售得一百六十萬日圓 我想大概九十萬日圓 我大概就算是九十七萬日圓 我不知道多少錢 是貴的 你問我貴 我不是買這些 Chris哥就買這張 這張 我看了很久 我覺得是真本 為什麼呢 它是電腦編出來的 為什麼呢 有一段時間 我說幾句我認知的事情 說錯了密插 因為我已經了解了三十多天 有早期的畫 是用手畫的 剛剛按了給你看 是買很貴的 有一部分是用電腦畫的 那些是用電腦畫的 用電腦畫的 用電腦畫的 用電腦畫出來 用畫紙編出來 用畫紙編出來 然後表起來 然後 就吸了死人陰 這些通常在以前的畫展 用粉絲簽名會 那時候 你給錢就可以了 對 你那時候給錢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什麼 鳥三明 那些 什麼春春 那些 博覽會 你在粉絲 要求他畫 或者要求他這個pattern 叫他編出來吸引 你給錢就可以了 即場和你搞的 當然 有些 有些可以買得很貴 剛剛和你說手畫的 很貴 但我可以告訴你 很多是假的 這裏有很多是影印出來的 影印出來都賣七百多萬張 對 你要看清楚 不是影印出來的 對 有些是影印出來的 影印出來 基本上 有些是手畫 亂畫的 薄大毛的 是假畫 不是鳥三明的畫家畫的 都可以賣到 一千多萬 有傻人買的 真的有 你不要覺得奇怪 這個世界什麼人都有 有些人不知訂 真的會買的 那我跟Chris說 很穩陣的 我買會對簽名和對我印的 真的會見看的 有些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在我心目中 有些是怎麼說 彩色打印出來 然後就簽名 然後又說賣三四萬 那些不是手畫 你覺得有沒有價值 我覺得沒有價值 我覺得沒有價值 打印出來的價值不高 即是他那些彩色打印出來 連印都沒有 我舉了一張為例 因為我經常看到 好像這些 他也有良心 因為他這張不是真的 他賣27萬 即是270元 這個應該是影印本 有些是高清打印 他膽敢賣15000元 或者2萬多元 真的很差 所以你買這些 你小心點 你真的要懂得看他的簽名 以及會不會看他的印 我看了兩三天 我留意到 有時候會有真正的東西 拿出來買的 但那些人不懂得看 不是每個人都會看 我講了幾句 那些笑容 那些人很笨 很喜歡相信別人的內文 相反說明的人寫什麼 他有信什麼 即是想說什麼 你的故事寫得動聽 寫得漂亮 他真的相信 那些人也相信 他沒有證明的 因為他沒有保證書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但會真的有人買的 我看過幾張 寫了一篇故事很像層層之後 真的有人買的 可能三四萬都有人買的 寫得好像真的一樣 我假設 我什麼時候 2001年 我專門去廖三明家 找他即時畫 即時簽名蓋印 當然 我沒有專門去找人做鑑定 你買了之後 自己找人鑑定就可以了 一定沒問題 差在未講 一定沒問題 真的有人買 結果有人買 四萬多五萬元 跑去買 沒有印的 我心想 怎麼不肯看簽名 簽名很流 很流 又不是很流 有八成次 因為看簽名 也有很多東西看 英文字 和簽名 很多東西看 不只是看印的 今天不是教你看真假 很多假的東西 所以要懂得買這些 投資藝術品的東西 你也要小心點 說幾句 分享完了 不說這些 因為我自己的弟弟都在看 我弟弟不是在看廖三明 為什麼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這些東西是這麼直租的 為什麼 一見人拍賣 那條畫家是死的 那條畫家可以買 八十多萬元 現在正在看另外的藝術家 我不告訴你 我正在看什麼 我正在看 總之見到適合 可能我也會買幾幅 便宜 很便宜 我們現在看的那些 都是六千多元 七千元 港幣 可能放了十年 二十年 可能藝術家 死了 可能值幾百萬 哈哈哈哈 先認識它 另類投資 現在我流行 另類投資 玩玩玩 不過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在投資之前 你真的要熟悉市場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 因為很多人 有些人冒充 去簽名 拿出來買 說廖三明 都敢死 你會不會買 我問你會不會買 我也不會買 為什麼我覺得那張是真 不是我講的 再說幾句 為什麼 首先 我無論在簽名 在簽名的角度來看 我都覺得是真的 加上網上看到這條片 這條片 加深了 我相信我買的 也有八成 有八成是真的 為什麼呢 這條片 那個人買的 這張圖跟他一模一樣 我開張照片給你看 根本一模一樣 當然 永遠不會一模一樣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親筆繪圖版 加簽名 諾款 即是說什麼 他首先用電腦 繪圖版 用電腦畫完照片 寫字 簽名 接著 就編出來 表起 接著 在現場吸引 這條版本 叫做繪圖版 剛剛我開了一些 用筆畫 即是 就這樣畫出來的 就這樣畫出來 可能將一張不同 簽名有不同 但這些 繪圖版 應該將一模一樣 我對過我這張 和他一模一樣 是一樣的 這個 聲稱自己是專家 大衛高 他自己是專家 基本上 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覺得一樣呢 基本上 我和他一模一樣 是印的深色 和方向的位置不同 很証明一件事 起碼不是認人出來 我買一張 他都說自己是真職 他那張是真的 我那張也是真的 所以我買的時候 很放心 我這張一定是真 所以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你自己買 做多些功課 自己做多些功課 你會留意到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 所以一點都不難 小心 先說今天論文 好嗎 今天說論文 那些什麼話 我不要說 有空我沒有工作 才看到 有興趣買 我才發現這件事 說到退休 有部份聽眾 也不是很多 有部份聽眾 來到英國退休 為什麼要退休 買了一層樓退休 聽Chris哥說 一來到英國就退休了 買了一層樓 買了18萬磅 我不記得是否18萬磅 還是17萬磅 我死不了 死不了 那價錢 租了18萬磅 每個月有18萬磅 每個月有18萬磅 港密收 那為什麼要上班 因為他來到英國 買了一層樓 給自己住 買了一層樓收租 兩個老人家 來到英國 有什麼花錢 其實沒有地方花錢 不是說沒有的 很少 一個家庭 像Chris哥為例 我一家四口 每個月都是用1,000磅 開支 差不多 水電匯 Council 什麼都差不多 1,000磅 如果兩個老人家 我猜 都是用800磅 700磅 收1,600磅 一個月 每個月有700多 800磅 真的 真的 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在香港未必退休 我為什麼要找這個聽眾的經歷來聽 因為你在香港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退休 你來到英國 你買了那層樓 就可以退休 當然 今時今日 這麼多這些負面樓市坊 新穎 泰古城都說 580萬沽 你真的很難買 我也明白 我亦都有一個聽眾 我想他應該還有一個多月 我今集不知道他有沒有聽 他會過來 加拉斯哥 他也跟我說 他賣大埔中心 他說 不知道 剛剛 剛剛就來開關之前 哇 賣了半年都沒有人賣 然後人們看樓 還說他對面 對面 對面 公園 鑽個望遠的望 說他家屋有 鋼筋外露 這樣也看到 哈哈哈 人們買樓 瘋到這樣的情況 在地下 就要望遠的望 看上面 說你有鋼筋外露 就算有鋼筋外露 都是物業管理公司 夾錢維修的 都不關你的事 都不是你給錢 即是想說什麼 壓價 壓到瘋了 即是想壓你便宜 再便宜 想盡辦法 哈哈哈 所以其實很難買樓 我覺得現在 你真的很難買樓 如果你說 有後悔藥 你會不會 今時今日 在三年前 會決定賣樓 哈哈哈 我想很多人都會 說清楚 我叫你買樓 不是叫你離開 你賣了一層樓 可以租樓住 繼續服務香港 香港 是你出生的地方 我們大家 一起要做好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准唐明 哈哈哈 要用心一點上班 是不是 要怎麼供到你七十歲 哈哈哈 我想說 還未讀樓文之前 想說什麼 香港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退休 剛剛說了 物業 你就算買了一層樓住 每個月都交四千元 可能極端一點 我說四千元 三千元的管理費 你自己使用 都用三四千元 你都七千元 或者八千元 那怎麼辦 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 很不健康 很危險 真的 說真的 你問我真的 退不了休 而現在去到英國 我聽眾告訴你 他已經退休了 拿著四球 我想他買了一兩個物業 都不用四球 我想三百五十萬左右 在格拉斯哥已經退休了 那不錯 克里斯哥 我也說過 我經常跟大家說 我都買了三百多四百萬的東西 我都在退休了 雖然每一天 店舖都有工作 你當兼職 有空 找工作 正職的退休人士 你問我 我反而覺得 在英國退休了 尤其是 再說幾句 我沒有記錯 如果全職 工後 每個月收七八磅 我沒有記錯 我都在節目跟大家說過 加上自己有收中 基本上 你沒有可能退休 在英國 真的沒有可能 說真的 說完了 說完 好嗎 有六成港人 你要退休 要繼續工作 你準備好嗎 哈哈哈哈 真的好多無奈 為何頭髮都掉了 我打算 為多利亞 那一刻還要上班 我正在懷疑 我應該要回到七十五歲 還是八十歲 哈哈哈哈 哈哈 很可憐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如果再說一件事 再壞點說 臨下我口臭一下 過多幾年 如果真的 AI 人工智能 取代了一些人的工作 可能 你更嚴重 你層樓怎麼供 哈哈哈哈 誰幫你供樓夠粗 你也要吃飯 誰給物業管理費 哈哈哈哈 真是糟糕 不知怎麼辦 那怎麼辦 到時你看著 維多利亞港 都沒有理由我 哈哈哈哈 我真是希望大家有份工作 哈哈 滙豐發表新一份 生活質素報告 近半數富裕的投資者 未來退休 充分準備 六成受夥者 要退休 繼續工作 請停 想想 你想繼續工作 工作 不讓你繼續 因為你要記住一件事 香港 我認知 就算有工作經驗 又如何 是想請年輕人 不會請老人家 公司肯定簽你 我不是想說些負面說話 令到大家 可能是不安的情緒 但我只是說現實 我真的說真的 因為我做人做了這麼多年 不是第一天出來工作 對嗎 說真的 去到退休年齡 你一求跟公司說 我還可以做 我還有活力去做 你猜公司怎麼想 公司第一時間想 你都老電池了 我炒了你 四萬元五萬元人工 我請過新的可能兩萬元 就是用現在的基準去定義 還有新人有活力一點 我為什麼要找老人家 我明白 當然 在老人家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 他如何取代到我 我也是明白 為什麼 你已經練到僱邪 碰到第十級 哈哈哈哈 他也是第一、二級 對吧 沒得比 但是人家是 彭芬 做老闆 每個人都這樣想 問心說 那句 十個老闆 只有三、四個有良心 大部分都是向錢看的 我說真的 沒辦法 老闆就是這樣 如果你遇到有良心的老闆 是你很幸運 我真的 有十一個市場 1.1萬多名 年年皆負25至69 擁有十萬、二百萬美金 可以投資不同世代的富裕投資 我們看看投資什麼 投資什麼 投資某些國家的投資產品 你就知道 現在可以舉個牌了 就他們身體、心理、財務、健康方面學 以解釋他們如何定義良好生活質素 香港受訪者1,700人 結果顯示 香港生活質素總分為73分 我問73分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這個分數 說真的 我自己覺得 香港生活質素應該可以高一點 為什麼呢 一落街就搭到尺 一落街就有食物 以前 因為我離開了三年 我講以前 現在又不知道 因為現在我肯分分 你分分了嗎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在比分角度 應該可以高一點 用以前的角度 我應該可以給到85分 因為無論在醫療 乘車 方便度 我都覺得香港是很方便的城市 說真的 有多食物呢 去年上升5分 並貼近全球平均76分 香港受訪者對退休生活大憂慮分別為 健康轉為差有49% 醫療上升費上升有41% 生活成本上升費有32% 報告發現 就有財務需要和目標 進行續續規劃對自己生活滿意 其他者平均高出50% 更85% 受訪擁有私人醫療保險 相比之下 在亞洲區別有四分之一的世代 五分之一的Z世代 即是25至27歲 有千禧世代 28歲 43歲 你是誰的界別 我是X世代 只缺乏足夠的醫療保險 47%受訪者指 貪弘並未退休作出準備 其實我自己覺得 到65歲的人 可能有60-70% 這些人都未準備 說真的 因為他寫了47人 還未作出退休準備 我沒有說過什麼歲數 但我自己覺得 當你去到61-12歲 你問那個人 大部份的人 我想也有六成的人 都回答你 我可能還未成功 因為 在香港我自己覺得 是很有挑戰的 而58%預計 不會再退休 會繼續工作 退休後大多數受訪者 是79%認為 及早規劃 財富承傳 關鍵 但只要 不要四處制定為足 承傳計劃 在香港 則有73% 受訪者認同及早入規劃 承傳的重要性 不過有27% 有承傳計劃 財富累積方面 全球富裕投資 將投資組合合近3分1 32% 背置為現金 但計劃再明鏈調整 投資組合受訪者表示 他們會投資 預判54%現金 在2Z世代 我想大家都是2Z世代 或者千禧世代 平均嬰兒潮世代 是60-69歲 早10年開始投資 你投資了沒有? 我想很多人都未開始投資 我講真的 因為投資這方面 我發覺人們 在這方面的教育是比較少 並且會將收入的大比例 27%作為投資 他們更會頻繁地檢視投資 我整個講完 所以我就問大家 你準備好退休沒有? 你真的可以嗎? 你退到休嗎? 我不知道你退到休嗎? 如果我看回現在 Chris哥在英國的走勢 我退到休 剛剛答到你了 NI都在說收7-8磅 還未算自己的陳柳 如果我稍後考慮 再買多一間 可能會有兩層樓收租 可能 我有一層樓自己住 還有兩層樓收租 還有自己的工作 還有一份工作 沒有可能退不到休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問題就是 看看你身處在哪裡 我不是妖魔化了英國 我不是妖魔化了香港 如果你問我在香港 我用回以前 我認知的收入 以及我認知的資料 我覺得比較難 也不是那麼容易 除非你真的很有錢 那些人 其實現在香港 也不是你所想的 就算以前有錢的人 現在都很嚴重 因為現在的工商店 這麼嚴重 很多有錢人都搞不定 公司或有錢人都搞不定 所以現在 現在的工商店 無論是有錢人 或是沒有錢的人都很嚴重 今天先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留言 給大家分享 再見